来看到医疗讯息 50岁的许先生 日前突然是呼吸急促 就医检查之后 发现是避险流感 随即就服用了克流感 但不久这病况却是急转直下 几个小时之内就出现了肺炎 并发急性呼吸衰竭 而医疗团队就紧急的给予插管治疗 并配合俯卧治疗 让肺部持续的保持通气 才终于让许先生 是顺利的脱离了衔境 仔细讲解简报上的肺部照片 50岁的许先生日前突然呼吸急促 就一检查后发现是避险流感 随即服用克流感 但病情却是急转直下 几小时内出现肺炎并发急性呼吸衰竭 整个人陷入昏迷状态 他都跟我讲说要插管 要打麻这一针 你不要怕 我说好啊 麻这一针打下去我就 整个人就不省人事了 我也不知道送到哪里 一醒来 我也不知道我在台中那么久了 在交部病婚那么久了 因为许先生得到一个 我们说他是一个MSA MSA就是说他对一般我们说 这种金黄社葡萄酒训地性的用药 有抗药性的这种金黄社葡萄酒训 这样如果说在之前一些资料 文献统计来看的话 他致死率也是非常高 比一般的那种没有抗药性的这种金黄社葡萄酒训的致死率还更高 由于情况紧急医疗团队随即给予插管治疗 同时考量到许先生有严重的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 因此医师也决定采用俯卧治疗 让许先生趴握在病床上 保持肺部血液畅通 才终于让许先生顺利脱离险境 所以说这时候你趴过来的时候 相对来说上肺部 就是在严重呼吸拧痛症候群的时候 上肺部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你趴过来之后 血流分布就会往前一样往下沉 就变成就是说比较好的肺部的部分 然后有比较多的血流可以经过 就可以做气体加换 现在相对来说 氧气就会两个状况就会比较好 目前许先生也持续接受肤健治疗 状况相当良好 而医师也表示 根据临床经验 服务治疗对于重症呼吸患者来说 可以降低五成以上的死亡风险 介绍博汉台中厂报导